眼前这种果实你有见过吗 在钟南山隐居的修行者 就是用他们来洗衣服和洗头的 但对于来访者而言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种奇怪的果实 他们不解地询问师父那是什么 师父告诉他们那是造角 随后 师父领着来访者来到一片树林 他指着几棵高大的树对来访者说 那就是造角树 他们用来洗头好的很 师父将敲碎的造角放进盆子里 在网里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就可以用来洗衣服了 甚至还可以用来洗碗 师父说 来到钟南山是一种回归世界的方式 随后 师父对来访者讲述了他的出家经历 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就对寺庙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他的奶奶经常带他去寺庙 当他看到那些佛像时 他感觉他们所散发的能量是多么的威严 又如此的平静 然而 他的父亲过早去世 留下他和奶奶相依为命 而后奶奶也离世了 深感人生无常的他 来到了大雁寺出家 师父带来访者来到一片空地 一起种玉米 他直到来访者 种子不能撒拨得太近 要留出空间 在差不多种完后 来访者请求师父休息一下 让他讲讲修行的问题 但师父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他说 静一动无法分开 他们没有区别 只要全心投入 一心一意工作 这一切都会很快完成 所有这一切都是修行 不只是安静地坐在某个地方 这一切都是平衡和平静的 甚至工作也很平静 工作时不要想这个或那个 只是工作 这个便是师父的房间 虽然狭小昏暗 没有丰富的物质 但是师父却感到很满足 晚上 他就在这个简朴的空间里 打坐冥想 看经书 来访者总是来到他的房间 坐下来聊天 师父告诉来访者 他身上的那件毛衣 是一位女居士送给他的 他还讲起了他年轻时候的一些经历 当年他曾住在大狱的一个毛棚里 毛棚里有一个火炕 尽管有好多人都建议他烧炕 以抵御严寒 但是他从来没有烧炕 师父强调 在山区生活时最好不要烧炕 到了冬天最冷的时候 你打坐 身体就会暖暖的 腿也暖暖的 即使是在最冷的天气 也不会感觉冷 但如果你不修行不打坐 就会感觉冷 诀窍就是打坐 打坐之后躺下睡觉 早上起来又打坐 大多数也是已经了解修行方法 他们不会犯错误 如果你有这个基础 你就可以住在山里 但如果你不懂 你没有这个基础 那住在山里就是一种折磨 听到这儿 来访者问道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来中南山修行呢 师父回答道 因为这里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 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肯定能有所成就 但在这之前 你只是一个凡夫俗子 所以你必须依赖这个环境 依靠这个山来帮助你 不然你就像是住在染缸里一样 永远不会清静 这就是住在山里的原因 再不然就也不然 再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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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